要找伴的话 组成家庭了 家里头生活当中 这些琐事 你怎么支配 钱财方面 那你觉得这方面应该攒呢 很简单 两个人 不管说我的工资也好 还是你的工资也好 假如说你的工资你攒起来 可我钱花 如果说我的钱 我的工资要不够 你就添不点 如果说你要是够 工资你的工资不就攒呢 攒些等将来以后 就说有个啥事用 两个人最起码能攒一个人工资 总得留点过河钱 是不是 普信大哥来相信 每月给这个亲闺女还的房贷 还要求大姐自己的退休金贡献出来一起养老 大哥咱是假酒喝多了呀 还是觉得大姐缺心啊 张大哥今年58岁 退休金每月5480元 有房 两段婚姻均离异 离婚之后 孩子胖了她了 后期我小孩子 我就把孩子也要回来 我就独自带 待会姑娘 反正我有笨头了 真是春哥喝茅台 罪爷们啊 跟第一任妻子离婚后 大爷争取到了女儿的抚养权 两年后 又喜迎第二春 俗话说 后妈的孩子 安理使劲 可张哥许的这位 却明目张胆地伤害 她的宝贝闺女 这谁能干啊 那时候她跟我俩闹别扭 就是做闹 我说还放学 还上到老家去写作业 她就在门口 好我姑娘 就好两千 忙 花花这么离 不让我姑娘走 后来过七几年 让我一个电炮给周 我周跟她 我们俩第二天就离 话说黄梅美好天 后娘美好颜 经过这件事后 大哥终于五更天起床 渐渐明白了 想要让闺女 有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就得一个人过 如今女儿终于成家 大哥也开始考虑个人问题 最后却总因 房子的问题不惯而散 这又是咋回事呢 那时候买这房子的时候 我贷款 我贷不了这么多 因为我工作年限有限 我后来没办法 用我姑娘名带 有的感觉我房贷有压力 感觉我这房子是我姑娘名 我还得约约还房贷 这等于给我姑娘还房贷 我说你们那么想不对 我住的房子 房是我的 我能说让我姑娘去还房贷吗 不管说我的名 还是孩子名 就假如说我护照 老个伴 不管说那谁走了 那你也不能说 把老伴给撵出去 你有居住权呢 我姑娘她也不可能说 年龄出去 我相信我姑娘 我这当天的这点 那个再没有 那不完了吗 原来是打拳师父教徒的 留了一手啊 就这心眼比筛子都多的老头 一般人还真驾驭不了 跟你在一起 还得陪你一起还房贷 最后还没自己的份 话说现在缺心眼的大妈 应该不多了吧 虽然张哥的条件很一般 但是对另一半还是有要求的 我就想找一个人本质好 身心健康 能有个双宝 没啥复杂的 就是说丑的对演员 真一真一 踏实过热了就行 破锅自有破锅盖 啥人都有啥人 了解完大哥的情况后 红娘决定把今年49岁 每月工资3600元 跟父母同住的任大姐介绍给她 于是安排了两人的见面 看着吧 随意看 行 你给介绍这时候 介绍我姑娘舞 哦 这不是有那个什么吗 就是骑行就旅游骑行的用的 装备是不是 对 没啥事就是让一玩一玩 感觉挺好 怎么觉得好 就是彼此的演员 就是彼此的演员 带上我的卧室 挺宽的 挺简单挺干净的 我平时有时候 没事做羊毯 人家塞太阳了 有的时候好抽烟 你就做那个抽烟 敢抽就敢跑 你能抽多少盐呢 一天的盐 一包左右 那好还行 你叫他说 在抽烟上抽牌 这个还行 那可以 坐下吧 坐下完了 我要给你们整饭 两人见面后 对彼此的感觉还不错 大哥更是为了欢迎大姐亲自操刀 坐了一桌子的美味佳肴 趁着闲聊 大姐也问出了自己最在意的问题 这下河把大哥给问慌了 你能喝酒吗 你喝酒 酒也能喝点 能喝多少 也就二三两酒 但是酒我不总喝 那喝完酒就是 啥状态呀 我喝完酒正常吗 正常是啥呢 啥事的 正常 就是你这人脾气好不好 脾气挺温顺的 脾气还挺 大姐的意思 问你喝完酒啥啥就啥 从来没那喜欢 这一点不用担心 虽然喝酒 但酒品还算说得过去 对于这点 大姐还算满意 对大哥的好感度呈直线上升 大哥更是吸食头上带花 美上加美 为了庆祝直接拿出了珍藏的美酒 今天咋想喝了呢 你们来高兴啊 高兴就喝了 大姐来高兴啊 没有你们 我咋能为人是这个美女 是吧 大家来了都是朋友 有缘的就结为伴侣 无缘就结为朋友 那么会说你们两年 会说啥 一人你非常高兴啊 那平时有什么爱好啊 就是同楼部 偶尔上公园留的留的 一样都差不多 汽车的话可以有三碗水的 你总该有点爱好 要不就没意思 话说 这大哥绝对是隐藏型选手 就看着装酒的大缸子 就知道绝对是酒桌上的主力军 看着大哥能说灰烙 还干净会做饭 大姐心里更是哑巴 觉得黄金 说不出的欢欢 趁着这个热不尽 大哥赶紧趁热打铁 把自己还房贷的问题摆拉出来 我退休金五千四百八十多 当然我有房贷 房贷一约得还两千四百多 你都已经还多少时间了 还好像应该八年多了吧 那还有多少时间了 还得有十一二年吧 我除了这房贷吧 就是没有就是硬核压 那看你自己挣的点钱 挣的钱是退去老宝家 你现在打工的钱 那我要觉得你就是这个收拾支出 应该还可以买 可以呢 承受得了 而且你已经还了八年了 不像是刚刚买房那样了 关于大哥还房大的问题 大姐表示理解 既然已经还了八年了 相信未来照样有能力偿还 看来大哥这回算是捡到宝了 可惜老张是吝啬鬼 天天捡钱还鲜手 不知足 又开始变着法的想从大姐身上瓜有水 要找范的话 组成家庭了 家里头生活当中这些琐事 你怎么支配 钱财方面 那你觉得这方面应该攒呢 我就说呢很简单 就是说呢 两个人不管说我的工资也好 还是你的工资也好 假如说你的工资你攒起来 可我钱还 如果说我的钱 我的工资要不够呢 你就添麻点 如果说你要是够呢 你的工资不就攒呢 攒起来等进来以后 就说有个啥事用 两个人就最起码能攒一个人工资 总得留点过河钱 是不是 你给闺女存房子 大姐给你存票子 真是半夜做梦啃猪蹄 想的倒是挺美啊 大姐赶紧醒醒吧 再不行可真要掉坑里去了 你看他可以就是说 可以你什么交房贷 他交了房贷 我两个工资还放在一起 就是说我自己 没有一点私人空间 就是其实对不来说 是有点空间 他还要求我说 你自己的工资 你攒在你以后有什么 甚至你能拿出来 我就感觉这种 我心里有点就是 多多少少有点的好 不舒服 我也应该有一个固定的 就是说我一个人攒那些 就归我自己 或是攒那些 就是这个东西 就跟她没关系了 然后剩余我的钱 我都可以交给她 她关 因为我也不会理财 我也不会管 话说大姐的要求 合情合理 毕竟不是从小的夫妻 更需要有自己的空间 把自己的钱全拿出来 确实不靠谱 得知大姐的顾虑后 感受到危机的张大哥 也立马改了口 在得寸进尺 这次相信怕是又要黄了 话说男人的话 就像老太太的牙齿 有多少是真的 说变就变 人家啥意思呢 人家要给自己 咱俩有点过河钱 这也正常 就比如说 她开三千六百块钱 然后人家把这一千六百块钱攒下来 那这个钱就攒了 咱俩她自己留着了 然后这两千块钱拿出来 跟你剩交 刚才的钱 你们俩放在一起花 这能不能接受啊 能 但是她的公职我用着火 那你刚才咋不说呢 你刚才就一直说 让大姐把钱攒点钱的意思 我刚才我说就是那意思 我跟你嘴笨 可以跟你解释一下 就刚才那个问题 我不需要花你工职 我的工职足够咱俩收费 另外我不说 跟你谁分心啊 就说 就像你说什么拿多少钱 自己存多少钱 不需要美 你的工职你就多嘴 你这样说的话 我都不好意思了 但是反过来就是说 我也不可能那么多去做 就是我扣 我回复我自己都扇 我自己怎么能 你不能那么自私 但是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就是 如果说你要是不反对的话 就说咱们先以朋友之间交往了解了解 恭喜两位牵手成功 小咖还是想提醒下 大姐相处的过程中 多长几个心眼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小滴分享的视频 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评论区见